在6月29号的时候,新疆和田发生了一起以截击为手段的极其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 危机时刻,机组成员与机上各族乘客挺身而出,与暴徒展开了殊死搏斗,当场将6名截击分子全部制服,成功地粉碎了暴徒的截击土谋。 2012年6月29号12点47分,发生截击事件的天津航空GS7554航班安全返航降落在河田机场。 6名参与截击的暴徒被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迅速控制并带离现场。 20分钟之前,这架飞机刚刚从河田机场起飞,按计划航班将于13点55分到达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 机场包括机组成员在内,一共有101人,其中还有几位老人和孩子。 然而就在飞机起飞10分钟后,坐在飞机前舱2F位置上的刘慧君突然发现,有三名暴徒手持金属管正在冲击飞机驾驶室。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接机,因为他们手里拿着工具,然后在那里有大喊大叫。 所以我就下意识地把我的安全态就解开了。 解开的话呢,我正在想把他们再看仔细一点的时候,突然就发现,离我最近的那个人,已经手里都把火种已经打开了。 就是正在燃烧,火苗在燃烧。 一旦这个已然以后,就是机会人了。 所以说我没想什么,没想那么过多的,没有时间让我想考虑,我就站起来,好像是说了一声,喊了一声干什么,一把,就把这个拿的东西打了。 就在三名暴徒冲击驾驶室的同时,机舱里又有三名暴徒开始持卸攻击。 此时,坐在13排B座位置的乘客陆帽棚立即站了起来,并且大喊了一声。 站起来呢,然后我给大家说,我就说是,呃,别紧张,一定要冷静,不要乱跑下坐到原位,然后,呃,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说,呃,他们是少说,我们是独说,大家不要怕。 我说,我们次来那个,那个,反看。 陆帽棚是和田公安局的一名民警,事后了解,在这架飞机上,还有另外四名民警,因分别执行不同的任务,前往乌鲁木齐。 他在前面致服一个,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我也是警察跟你一样,哦,我说,我心里当时觉得,一家伙觉得踏实了好多,我觉得有我的战友在,我觉得心里那种力量,我就当时掉在头说,哎呦,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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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我说你,你一定要那个什么,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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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名警察虽然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但是面对劫机暴徒,他们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挺身而出 就跟旁边的朋友说,他们是恐怖分子,赶紧起来,静下来就冲上去,把他摁到了地上 在内心道上,就是说我是警察,我觉得我那时候不上谁给我上,我只是就这么一个信念,其他都没想上 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张劫机现场的照片,画面中摁着暴徒的人正是民警陆茂鹏 这已经是他制服的第二名劫机分子 在那时候我制服那个时候,然后我们旁边有好多小孩呀,父女呀,还在哭 然后我当时就摁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那个,呃,别酷,我说大家呢,一定要团结起来 多一个人,多一个力量,我说别怕,你看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把他们制服了 在民警的带领下,面对丧心病狂的劫机分子,其他乘客也纷纷加入到与暴徒的搏斗之中 我用围语喊,还忙活帮了,大家都起来跟他们斗,不然我们都没命了 一喊出来以后呢,机舱里面很多同志都反应过来了 有男的女的都在喊,各民族团结起来,不要让暴徒的心动得逞 如果说坐在这儿的话,肯定是出事的,那是肯定的 当时第一反应确实是,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不能让他们得逞 我觉得第一时间反应的是,哎,反正要那个啥 如果是,我去到那边去,把他们制作 我们还有那个啥,我还有那些其他人,飞机上的其他人,有生活的机会 迪李夏提爱山是从23排C座赶到飞机前舱的 在这段不到20米的路上,他和其他乘客一到,制服了两名暴徒 并把机舱中部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转移到了靠后相对安全的地带 经过十几分钟的搏斗,暴徒们的劫机图谋 在机组成员和乘客们的共同抗击下,以失败告终 当我们制服暴徒以后呢,我们趁机长在广播里面 不断地鼓舞我们,安慰我们,说飞机就要降落了 就在飞机着陆的那一刻,我们机舱里面喊出了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胜利了的呼喊声,那时候我们都是热泪盈眶的 飞机已经安全着落了,说这块话以后,大家都高兴 大家在欢呼,我呢是当时确实有点激动,眼泪就出来了 这个胜利,它应该说是一个集体的力量,而是团结的力量,所取得的胜利 所以我这间的真正的英雄,是我一个群众,这次这个机上的话呢 感谢观看